各位好 歡迎來到癌症新觀點醫學教育頻道 今天我們來延續上一週的一些 昨天的話題 我們來繼續來探討拉近女癌癌症距離的三件危險事 我們上期其實探討是說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討論這個話題 其實根據的是在2021年發表在Molecular Oncology分子種流血期間上面的一個研究 這也就是探討說體能的活動 肥胖 久坐的行為 跟癌症之間的發生的關聯性的一些密切的關聯性 我們從所謂的一些所謂的流行病學跟一些所謂的生物學的機制 來做一個系統性的一些梳理跟分析 拉近女癌癌症距離的三件危險事其實上次已經有談過了 第一個是少運動 第二個就是久坐的行為 其實第三個的行為就是肥胖 肥胖跟癌症的風險其實是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它的風險程度關聯性到底有多少呢?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IARC指出體重操縱指的是BMI大超過25 或者是肥胖身體質量的時速BMI超過30 都會跟多種類型的癌症發病的風險增加 有很重要的決定性的因素 具體來說有多項的科學證據都指出 超重或者是肥胖至少跟13種不同類型癌症發病風險增加 有關聯性 所以要預防你與癌症的距離越走越近 常常注意你的體重 常常注意你的BMI是很重要 特別是BMI有高的頻況下要特別注意 有沒有過重 有沒有超重 有沒有肥胖的情形 目前新人幸福的科學證據說 超重跟肥胖都會造成大腸直腸癌發生的風險增加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 胃噴噴癌發生的風險也會因為超重或肥胖 增加大概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八十的風險 而食腸癌的風險也會因為所謂的超重或肥胖增加 大概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四百八十 甚至肝癌風險 停經後乳癌風險 膽囊癌的風險 子宮殿胖癌風險 腎癌的風險 腦膜癌的風險 腦膜癌的風險 胰脹癌的風險 胰脹癌的風險 甚至連血液當中的多發性骨髓流的風險 都會因為你的體重超重 肥胖 都會有增加一定的程度 目前這樣的數據主要是來自分子腫瘤醫學期刊上的一些 所謂的文章的內容所告訴我們的 目前有一個中等強度的科學證據指出 超重和肥胖會增加卵巢癌風險 假狀腺癌風險的增加 都會增加 所以九座行為 少運動跟肥胖 其實都是會讓你拉近於癌症的風險 但是它跟癌症發病的風險之間的 關聯的生物機制是什麼 接下來讓我來花一點時間 來跟各位做一個闡述 目前有關於缺乏運動 九座行為和肥胖 對癌症發病風險的影響 已經有再來越多的科學證據在支持的 九座行為 少運動和肥胖 其實會讓代謝功能跟胰島素的敏感性 受到一些影響 比如說體內多餘的脂肪 特別是腹部脂肪跟胰島素的抗藥抵抗性 是有關係 當脂肪有過多 特別是不止像那個肥 皮九度的情況下 基本上你的胰島素的抗性就會出現 這時候血糖就會持續升高 血糖持續升高的時候 胰症會分泌過量的胰島素 來加強控制血糖 通常會引起所謂的高胰島素血症 也就是胰島素的含量在血中特別的高 這種高胰島素血症會導致所謂的 IGFBP3的增加 也就是胰島素樣生長因子的結合蛋白3的降低 同時會導致有理型的低型的胰島素 發生的胰島素樣的生長因子 IGF1的水平增加 這些特別的荷蒙 特別的激素的分泌 都會促進癌症的發生 另外久做行為 少運動跟肥胖 還會引起所謂的慢性低度性的發炎 我們都知道說脂肪組織其實是一種代謝器官 主要是由脂肪細胞所構成 脂肪細胞會分泌一系列的生物活性的信號因子 包括促發炎的細胞脂肪因子 叫做Lipocaine 另外這些東西會去刺激癌症發展的風險 然後也會增加罹患癌症的風險 通常規律運動被認為具有抗發炎的作用 也就證明長期運動可以透過減少肥胖 降低促發炎的一些所謂的生物標記物的全身含量 並提高抗發炎性生物標記物的一些水平 降低罹患癌症的風險 所謂的研究員也認為說 運動可以透過所謂的抗氧化的機制 來刺激免疫球蛋白 中性白血球 自然燒手細胞 可以增加免疫力降低所謂的癌症復發的風險 所以目前認為說其實久做的行為 少運動跟肥胖 通在我們的脂肪組織當中 以及代謝機制 以及所謂的慢性發炎機制 包括所謂的生理性的生物活性的荷爾蒙之間 都會做一定程度的調控 這個時間關係我就沒有再做很多的解釋 所以今天這類的這個部分 節目內容最主要來告訴各位說 其實要想遠離癌症的發生 基本上不要讓癌症越走越近 所以之前所談到的是 要多運動少久做 最重要是不要忘記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做所謂的肥胖的控制 體重控制 體重脂肪 身體質量指數 一旦超過了一旦超過了一個屏障 成為所謂的過重跟肥胖的時候 這時候癌症發生的風險就會朝你 癌症發生的機率就會朝你招手 癌症發生的風險就會越來越高 癌症就會跟你越走越近 今天節目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的觀賞 以及謝謝各位的指教 謝謝 喜歡本頻道的朋友 別忘記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更多癌症治療新知 請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 您的支持與鼓勵 是我們持續進步的動力